因为之前成功饰演了撒娇女人 台湾地区的女明星隋唐 我们印象还是蛮深刻的 走出了大荧幕之外 这位撒娇女人的确也是命很好 因为最近和男友Tony交往了不到五个月 她已经被传嫁为人妻 收获了幸福 回望当年隋唐和前男友姚元浩的八年感情 以及之后甜心教主王心凌的介入 这段陷入感情纠葛的艰难时光 看来已经过去了 因为一部电影 好多男生前阵子可是遭了殃了 因为他们的女朋友看完电影回到家 都会学着隋唐那样疯狂的撒娇 而在片中大秀撒娇技能的隋唐 在现实生活当中 果然如片名一样非常好命啊 就在最近据台湾地区媒体报道 34岁的隋唐已经和男友Tony 在美国注册结婚 正式成为合法夫妻 这位在多部偶像局当中有过不俗表现的名模 终于收获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不能消灭狐狸精的女人 不是好女人 不能保护老公的人妻 不是好人妻 据悉隋唐2014年9月正式和男友Tony谢交往 10月公开恋情 之后两人便经常外出度假 也被拍到早已同居 对于这次突如其来的赏坤好消息 隋唐的前男友姚元昊 以及王清凌都大方地送上了祝福 祝福他 祝天下有亲人终成眷属 想必能够得到这两位的祝福 隋唐也算是了缺了一桩心事 要知道隋唐与前男友姚元昊相恋八年 虽然几度分分合合 但外界一直认为两人最终会走向婚姻 我自己一直以为不会有这样子一天 但是我现在的状况 我也不知道要什么跟大家说 所以很谢谢你们的关心 2012年5月4号 隋唐首次在记者面前公开承认 已经和男友姚元昊分手 隋唐在媒体面前表现了有些失态 而当天隋唐最后撂下的一句话 更让人浮想年篇 不管是谁都帮我好好照顾他吧 在隋唐和姚元昊的恋情当中 始终有一个名字牵扯在内 那就是甜心教主王心凌 隋唐的态度以及各方舆论消息 让王心凌背上第三者骂名 以至于王心凌不得不专门召开记者会 表明自己从未介入姚隋二人的感情 但令人跌破眼睛的是 在记者会上 王心凌却默认了 他和姚元昊的日久生情 只是这段情是发生在 姚元昊和隋唐分手时期 我从来没有介入他们之间 我跟姚元昊认识很久 但是我们一直不熟 去年八月底的时候 我知道他们要复合的是 然后我告诉我自己 我要把心收回来 因为退让也是一种成全 直到今年二月初 男生告诉我 他们又分手了 当时王心凌并不愿意 回应和姚元昊的感情状况 直到一年之后的2013年 王心凌和姚元昊的牵手照 浮出水面 才明朗了两人的恋情 虽然又有台湾地区媒体指出 与隋唐多次合作的男演员有胜 才是介入浩唐恋的真正第三者 只是当爱已成往事 交葛不再重要 在一年的调整之后 隋唐走出了感情阴霾 过去的依然过去 如今的隋唐收获了属于她的爱情 也得到了许多人的祝福 希望这样的甜蜜 能够一直陪伴在这位撒娇女王的左右 新闻在线总和不到 其实我个人对隋唐的感觉非常好 因为她也是跟林俊玲一样 也是从这个模特出身的 超级模特 然后转站娱乐圈 去当演员 现在成绩也很好 希望这样充满正能量的美女 能够收获终身的爱情的幸福